这些都足以证明被告就是本案的行凶之人 那再加上这个被告本身他经济情况不佳 却屡屡为被害人投保 那有证据显示 他是为了这个诈领保险金而杀害被害人 那为什么我们何一婷两处这个被告无级入行 事实上第一审法院也是两处被告无级入行 何一婷是维持第一审的良刑认定 那主要的是被害人 这个是被告的妹妹 那被告对他的母亲平日还知道孝敬 那被害人的母亲在痛思爱女的情况之下 如果将被告也判处死刑 也就是剥夺他儿子的这个生命权 那么同时失去了儿子跟女儿 那在亲情的选择上何一婷认为有他为难的地方 所以这个斟酌再善 挤情思考 我们仍然两处被告无级入行 谢谢